怎么样让糖尿病前期的人逆转 或者是延缓变成糖尿病的时间 目前归纳出来最重要的方法大概有几个 第一个 良好的饮食与体重控制 第二个 适当的运动 以及第三个 药物的使用 大家好 我是周嘉医师 最近是见解的季节 大家开始陆陆续续的收到见解的报告 哇 不抽不知道 一打开来见解报告满目疮痍啊 所以会有好多人带着见解报告来诊所咨询 像是50岁的上班族意外的发现到说 诶 平常都很健康 但是一抽起来 饭前血糖怎么高起来了呢 或者是有一些是年轻的女性 可能她之前有诊成糖尿病 在抽血检测中发现 我的胰糖素阻抗怎么居高不下 到底该怎么办呢 今天就让周医师在这边 跟大家好好地讨论 糖尿病是什么 究竟该怎么诊断 假如你很担心自己有没有糖尿病的话 在真的进行抽血之前 你可以先帮自己评估有没有以下七种 无痛的糖尿病症状 第一种呢 是皮肤变黑 在有一个严重的胰岛素阻抗的时候 往往会在皮肤的皱褶处 像是你的脖子啦 腋下啦 开始出现皮肤变厚变黑的情形 这个东西称为黑色脊皮症 并不是因为卫生习惯不好 所以脖子上谁谁充满了污垢哦 而是因为啊 在高胰岛素阻抗的情况下 糖分、胰岛素的作用会造成皮肤、脚质增生 以及胶原蛋白的破坏 导致我们黑色脊皮症的出现 所以有这个状况 就要开始怀疑糖尿病的可能咯 第二个 吃多喝多尿多的情形 在前面第一个症状的时候 你只是有胰岛素阻抗 血糖不一定开始升高 但是当你到了第二个阶段 开始有吃多喝多尿多的状况下的时候 你的血糖不断地往上爬升 然后你的身体开始要把这些毒素排出 所以你会不断地想跑厕所 因为糖分就是经由尿液排出来的 但是排糖的过程中又会排出大量的水分 所以你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口渴 而这么多糖分的流失也代表你吃进去的东西 没有被身体好好的吸收利用 你会开始想要吃甜食 开始想要吃这些有的没的 所以吃多喝多尿多 有这三者症状的话 血糖已经开始出现问题咯 第三个 觉得疲惫 当我们的血糖开始逐渐爬升 人从我们小便中大量流失的时候 我们的能量开始不足了 身体就会开始慢慢地觉得疲劳倦怠 同时又伴随着脱水 会觉得人好燥好热 但是又好累疲乏 遇到这个阶段上你的血糖 已经开始进入到不可控制的程度了 要赶快去看医生 不然就会出问题了 第四个 尿道感染 那在高血糖的一个情况下 你会有大量的糖分从我们的小便中排出 假如你水又喝得不够的话 你就很容易在尿道中滋生 各种细菌造成反复的尿道感染 我们好多病人被发现糖尿病 不只是因为尿道感染的问题 而是因为在马桶的周边 开始长蚂蚁了 因为小便中的糖分太多 蚂蚁开始吸引过来了 才发现大事不妙 第五个 视力模糊 持续性的高血糖的话 不仅会造成你刚刚的尿道感染 它会让我们的眼睛 角膜开始发生水肿的问题 视野就会开始变得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并不是因为年纪大出现老花眼 而是因为高糖分造成眼睛的问题 而除了这个之外 糖尿病本身也很容易造成 视网膜病变 黄斑布病变 甚至青光眼 都跟糖尿病有关 所以假如你突然出现 不明原因的视力模糊 或者是看东西出现问题的话 有可能是糖尿病的前兆 第六个 体重莫名下降 哇 很多人听到体重下降超开心的 因为肥胖跟糖尿病是息息相关的 但是假如你是突然间的快速销售 而且在销售的同时 人越来越疲劳倦怠 符合我们刚刚说的一到五个可能性的话 你也有可能是糖尿病导致的喔 严重的糖尿病严重的高血糖 会造成脱水 体重会因为脱水快速下降 两个月期间甚至可以降低高达10公斤 或甚至更多 但这样的体重下降 不会对你的体脂肪 不会对你的肌肉有任何的帮助 你反而会因为体重下降 越来越疲劳 越来越倦怠 在这个时候 赶快去看医生 不然有可能会因为脱水而出现低血压 甚至昏迷的情形喔 第七个 伤口难愈合 只要你是已经到了糖尿病非常非常严重的程度 这个时候你的血管中流的已经不是血 而是糖了 高糖分当然就适合细菌大量的增生 而也会因为糖毒的影响啊 让你的免疫细胞 没有办法有效的到达伤口处清除我们的细菌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上就很容易有大大小小的伤口 但是这些伤口又非常难以愈合 有这个状况就已经是糖尿病的后期了 记得赶快要来找医生做治疗 不过即使你有上面这些症状也不用太过焦虑 因为糖尿病的诊断还是要靠抽血喔 所以赶快来诊所 我们来帮你安排抽血检查 一抽定生死 糖尿病需要检测哪些项目呢? 大致上有分为半前血糖、饭后血糖 以及重要的三个月血糖平均值糖化血色素 半前血糖的标准的话 空腹血糖标准要在100以内 吃完东西之后 饭后两小时血糖的话标准在140以内 而三个月的血糖平均值糖化血色素标准在5.7以内 只要你的三者数值都在标准范围内的话 恭喜你 你绝对没有糖尿病 血糖偏高的人也不用太过紧张 因为唯有 当你的饭前血糖大于126 饭后血糖大于200 而糖化血色素大于6.5的人 才叫糖尿病中间 的人我们称为糖尿病前期 也就是留校查看 你还没有到糖尿病但是要注意了呦 不过在现代医学上我们发现 胰岛素的阻抗实际上是更能预测糖尿病的一个因子 胰岛素阻抗究竟要怎么计算呢? 其实很简单 等于是空腹血糖乘以空腹的胰岛素 再除以405 一般来说我们标准是希望在1.4以内 那假如你抽了这个血之后 发现胰岛素阻抗偏高的话 那也暗示着你是糖尿病的高危险族群哦 但很可惜的是 胰岛素的浓度 它其实并不是一般常规的抽血项目 假如你有怀疑自己是糖尿病前期 或很担心自己有胰岛素阻抗的话 欢迎随时来到出日诊所找周医师来帮你做血糖跟胰岛素的检测哦 即使我们在抽血检查报告上有发现胰岛素阻抗或者是血糖异常 也不用担心 因为这些东西是可以被逆转的哦 我们在2013年Drama 这个非常重量级的情感上 有一篇论文清楚地表现出了 我们胰岛的功能在各个时期上的变化 在这张图表上可以看到 在你有胰岛素阻抗 或者是我们在糖水测试中 血糖有一些波动异常的人 你的胰岛功能 还存存有80%到100%的情形 只是因为生活的状况导致血糖有一点不稳定而已 要到你的血糖尤其是饭后血糖开始出现明显的波动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胰岛功能大概会参与60%到80% 状况还不错 而一直要到你被诊断糖尿病的时候 你的胰岛功能这时候才正式的退化到50%以下 我们大部分的人在糖尿病前期的状况下 都可以藉由良好的饮食、运动、生活作息的改变 达到糖尿病的防治 这段时间来无论是美国、无论是芬兰 甚至是在中国大庆都有做过非常非常多的研究 再去探讨怎么样 让糖尿病前期的人 逆转或者是延缓变成糖尿病的时间 目前归纳出来最重要的方法大概有几个 第二个、适当的运动 以及第三个、药物的食用 良好的饮食的话 一般还是建议所谓的低碳饮食为主轴 美国的DPP Study 中显示 只要你能够有良好的饮食控制的话 在三年内 你可以降低58%的糖尿病风险 甚至把这个东西延长到15年 你还可以降低三成的糖尿病风险 所以效果非常的好 在中国大庆的糖尿病防治计划中 良好的饮食、良好的生活的话 可以在三时间内降低有39%糖尿病的风险 所以饮食的控制永远是我们第一个要做到的事情 而除了饮食之外 体重的控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研究前置 每降低1%的体重 我们就可以降低大概16%的糖尿病风险 而一般我们会建议 假如你被发现有血糖偏高 或者是有胰岛素阻抗的话 尽量目标降低至少7%的体重 就可以达到显著的差距 运动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建议 每周要150分钟的中等长度运动时间 每一次的话以10分钟为单位 在研究显示 即使你的体重还没下降 但是每周150分钟的运动时间 甚至可以降低44%的糖尿病风险 效果非常卓越 那第三个是药物 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很矛盾 既然我糖尿病就是不想吃药 你怎么又叫我吃药呢 但是在研究显示 这些可以降低胰岛素阻抗的药物 它都有效的可以改善未来变成糖尿病的风险 可以延缓我们胰脏细胞的退化 像是美蜂蜜 双糖美抑制剂 TZD 型的药物 像是最近比较多的肠秘素 这些药物都可以达到延缓糖尿病的出现 假如你的生活作型真的没有办法做有效的调整 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运动 又很担心糖尿病的话 或许药物的提早使用 会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